关于胖子谈恋爱跟做爱这件事情 有没有哪里卡卡的部分 超卡的啊 超卡的 火辣的言论让人脸红心跳 肉蛋甜心由Annie和玛丽两个女生所组成 两人自称是性感女子团体 标榜用我们的身体将美丽的框架挤歪 两个从网路散红的台湾女生 还因此接受VVC专访 登上国际版面 不过你知道吗 玛丽谢丽君正式毕业于世青性别研究所 性别所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质 就是基本上大家都会带着自己的议题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念着念着就会发现 自己的议题 生命的议题好像慢慢浮现出来 所以我后来其实研究取向转了一个大弯 我就开始讨论我自己最重要的生命的议题 就是对就是我的胖的身体 对然后后来我就把我的取向转到这个地方 那我觉得在这个阶段 其实性别所说的来说 就是开始挖掘自己生命的过程 从早前因为身形受到歧视 让谢丽君以前一度觉得很自卑 甚至在过去二十多年来 她没有一天不再减肥 直到进入性别所开始做性别研究 她才变得比较能接受多元的视野 并开始接受自己的外貌 在世青性别所学到最重要的就是多元这件事情 对就像我 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的怪没有那么奇怪 就是当我认识了这么多厉害又很有特色 但是又很不一样的伙伴跟同学跟老师们的时候 我发现这些不一样其实是我的武器 是我的特质 因为性别所的多元观点 让谢丽君对自己更有自信 也多了勇气在自己的长日里勇敢战斗 长期以来她都在飞影力组织工作 致力于性别议题及女前律动 进修世新性别研究所后 透过知识的力量 谢丽君扫除了对自己曾经有的歧视 学会更爱自己 也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进性别所之前 我就是在做相关工作 那我进入性别所之后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可以在这些认识很多的战争工作伴 性别所的多元视野 不只让谢丽君接受自己 也和战友们一同勇敢站出来 为社会上性少数及弱势人权发声 她也希望大家都能尊重每个人身体的多样性 只要用心倾听 就会发现人与人之间虽然样貌不同 却没有那么不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